李东升被中纪委调查 中纪委给他的第一个头衔 不是公安部副部长 而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 领导小组副组长 这个第一头衔意味深长 这个所谓的反邪教小组 正是臭名远扬的610办公室 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建立 用于镇压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 中纪委强调李东升这个头衔 代表着什么样的信号呢 请看本台记者秦雪的采访报道 李东升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 曾经出任宣传部副部长及央视副台长 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却是这样公布 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李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余梅孙表示 这是双规官员时的常规用语 但是他感到其中意味深长 所谓610办公室 它是一个保密的单位 它是对内的单位 对外从来没有公布过 现在从来不会承认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的 那么居然把这么一个职务报道出来 登出来 罗列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因为这个职务是 也是跟那个李东升的罪恶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我觉得背后的意味深长啊 于梅孙分析 如果当局有意强调 李东升的这个第一头衔 有可能是为今后清算 迫害法轮功问题做准备 清算法轮功的问题 这个可能性很大 因为法轮功呢 一个搞了那么长时间的 都十几年都快二十年下来了 最高 党和政务是受不了的 借这个机会 慢慢清算 是只有可能的 因为清算 对党和政务是有利的 对新的党中央 对习近平的 对新的领导班是有利的 对整个国家机局是有利的 就甩掉这么一个罪恶的包袱 也跟过去的罪恶切割 那是有利的 但是人权律师普志强 不认为中共在迫害 法轮功政策方面发生变化 李东升的官场履历十分奇特 他前半身握笔杆子 后半身握枪杆子 据海外中文媒体透露 李东升从央视到中宣部 又到公安部 成为政部级高官 全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一手安排 他是周在公安系统代理人 而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是迫害法轮功首领 和610办公室发起人 李东升和周永康的倒台 是否牵连江泽民 余梅森认为很有可能 但是清算到哪一级 这取决于现任中共党魁 习近平的能力和魄力 那么就看上面怎么考虑了 主要是看上面的能力 上面的魄力 根据他的能力和魄力 来决定他搞到哪一级 因为每一个东西 都是面与着利益集团的 强大的反击的 那么就看中央的能力和魄力 和他的资源和他能力了 但是老百姓当然最希望 把后面的江泽民都牵涉了 一举把这个月角算 全部清算出来 中共新华网12月24号 原以海外评论文章内容 报道说 李东升出人意料的轰然倒台 过程符合本届领导人接棒以来 低调部署快速出手风格 至此这一场从去年12月初开演 步步引向深入 环环相扣的打大老虎大戏 已经尽到关键时刻 外界看到的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勇气 而此举的可能收益于风险 也将直接牵动时局稳定 这番话暗示大老虎即将浮出水面 而对于熟悉中国政局的人来看 这已经是在对外界释放信号 近乎直接点名周永康 先去洛杉矶的中国文化学者 吴祚来12月21号 在推特上披露 中心社已就周永康问题 采访国内著名学者 24号 吴祚来又引述 一位知名法学教授的话说 周家已开始聘请律师了 这边请你准备 这边请你这边请你准备